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年轻美到现在依然鲜嫩的宛若年轻时的模样 现实当中周慧敏陪了倪震二十多年 也爱了她二十多年 这个让祖孙三代都喜欢的女神 却在一个接二连三出轨的渣男面前委曲求全 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989年周慧敏担任了香港电台电视部时事节目《摩登时代》的主持人 这个节目对她来说颇为重要 关系着她日后的事业发展方向 那时候的她刚出道三年 拍过电影 发过唱片 取得的成绩都颇为不错 但那个时候 香港娱乐圈艺人都追求多领域发展 之后再考虑侧重某一个方面 周慧敏的经纪公司亦是如此考虑 于是让周慧敏也开始尝试尝试当主持人 顺便多认识一下娱乐圈的前辈 周慧敏也很争气 非常用心地对待这个节目 只是周慧敏没想到 她会因此认识倪震 并在接下来的生命中 与之有着无尽的纠缠 周慧敏和尼震在一起之后 也算是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 两人在一起时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有时候就连尼震都感到不可思议 周慧敏称 那时候只要每次自己需要的时候 尼震总会出现在身边 例如她开车想找个人一起去吃饭 打电话给尼震 问她在哪里 恰好尼震就在周慧敏车前的电车里 一下车就刚好和周慧敏见面 便坐上周慧敏的车一起去吃饭 这样的巧遇时常发生 也让周慧敏觉得 尼震真的是她命中注定 要相伴一生的男人 其实尼震抛开花心不讲 她对周慧敏的确是很好 只要周慧敏喜欢吃橙子 尼震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买回来替她包好 而且会自己先尝一尝不酸 才会给周慧敏吃 不仅如此 虽令周慧敏感动的 是尼震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周慧敏有一只很喜欢的猫 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 并且给她取名为周慧敏 尼震每次照顾这只猫的时候 都很细心温柔 甚至打扫的时候 都会把猫毛收集起来 后来那只猫去世的时候 尼震收集的整整一袋猫毛 成为了周慧敏心中唯一的慰藉 这些虽然都是小事 但对于周慧敏来说 却是最为打动人心的 自然而然也使得周慧敏 越来越离不开尼震了 周慧敏起初和尼震在一起的时候 还比较理智 甚至自己还是要专心工作 发展事业 但渐渐的 她还是为了这段感情 放弃了自己最在乎的事业 1997年 当时的周慧敏 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 一手最爱将她送上了天后的宝座 因为其干净清纯的气质和长相 使得她在一众浓妆艳魔的港星中 脱颖而出 特别是在1993年颁奖礼上 她一袭红裙 再加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一时间港圈才刮起了长发风 也因此她被称为了育女掌门人 颜值实力并存的她 也不缺乏机遇 自从她出道以来 黎明张国荣等巨星 都和她有过合作 对她也是赞不绝口 此时的周慧敏29岁 在这一年 她却不顾歌迷意愿 不顾后果的选择 在自己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退圈 在开了两场告别演唱会之后 选择了和倪震移民加拿大 当时周慧敏的解释 是因为她想尝试新的生活 在她19岁到29岁之间 都在被工作推着走 所以想换种方式生活 恰好那时候倪震提出移民 她便跟着她 抛下国内的一切去国外 或许有周慧敏说的一部分原因 但结合当时倪震的所作所为 便会发现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那时候娱乐圈当中 继李嘉欣之后 又出现了第二位炙手可热的港姐 陈法荣 她被称为最美短发港姐 美貌相比于李嘉欣 有过之而无不及 之所以说 她是继李嘉欣之后 又出现了第二位港姐 是因为她也是倪震的女友之一 然而是否有交往 我们无从得知 但当时两个人的确来往甚密 再加上那时候所有的媒体 都在指责陈法荣 是周慧敏和倪震之间的第三者 所谓无风不其浪 以倪震的过往来看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当时周慧敏选择远赴加拿大生活 或许也是希望能让倪震 远离娱乐圈的花花草草 专心地和她在一起 但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周慧敏选择用逃避的方式 解决不了问题 就算去了加拿大 就算她退出了娱乐圈 也难以改变 倪震花心渣男的本质 在加拿大的那几年 周慧敏和倪震过得也算是开心 倪震仿佛真真切切地 收心陪着周慧敏在生活 周慧敏喜欢吃咖啡蛋糕 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吃 倪震就提前把住处周围的蛋糕店的 咖啡蛋糕种类全部买回来 让周慧敏一一品尝 确定她最喜欢吃的那一个 之后都会去买给她来当早餐 但时间久了之后 倪震又觉得这样的生活 一眼望到了头 太过于平静 她那颗躁动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至于周慧敏 在和倪震生活了将近十年之后 她以为她已经收服了倪震的心 在2006年选择复出唱歌 事业重新启航 爱人也在身边 周慧敏终于得到了她所有想要的 但没想到周慧敏和倪震 回到香港不到两年的时间 倪震就被拍到了 在夜店积吻大学生张毛 一时间仿佛是在告诉所有人 周慧敏那么多年的感情 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周慧敏那时候也是伤透了心 决心放弃了这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而倪震也是在千夫所指的压力下 发表了道歉声明 表示对不起周慧敏 并且会和周慧敏分手 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到这里会完结了 渣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女神离开了渣男重新开始 但之后事情的走向却让人大跌眼镜 不仅原谅 在事情发生一个星期之后 周慧敏和倪震登记结婚了 后来的周慧敏谈起结婚这件事解释道 如果没有那件事 可能我不会和他走到结婚这一步 所以他们结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是补偿还是为了凭众怒 但那么多年都没有选择结婚 在那个结果眼选择结婚 肯定不是因为爱 其实有消息称 周慧敏并不是不愿意生孩子 而是因为不能生 究其原因 则是因为周慧敏在和倪震交往时 曾多次流产 造成了结婚后的不能生育 对此传闻周慧敏也是不置可否 各有传闻称 周慧敏打败小三张毛 活速结婚 就是因为当时周慧敏强装有喜 忽悠了倪姆 所有人都不理解周慧敏 为什么会原谅倪震 而且相信倪震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轨 个别媒体还称倪震出轨八次 具体次数我们无从知晓 但相信肯定不止一次 只不过和大学生那一次 恰好被拍到罢了 但如果站在周慧敏的角度来思考 或许就能够理解周慧敏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倪震 首先肯定不是因为钱 周慧敏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自己的收入就不少 再加上他的盛世美颜 所以比倪震帅气多金的追求者大有人在 因此归根究底 一是因为周慧敏的家庭吧 周慧敏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他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后来母亲也离开他了 在倪震还没有出现之前 周慧敏最爱他的猫阿豹 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一般 后来猫也走了 他只有倪震了 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下 无论发生了什么 他都不会舍得倪震离开自己 也会永远无底线地包容他犯下的每一个错 甚至底线降到 对于我来说 丈夫只要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那就是合格丈夫了 或许也不是因为他要求低 而是因为他不敢奢求太多了 除了家庭的原因或许也和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关吧 倪震究竟爱不爱周慧敏大概是爱的吧 只是不够爱而已 如果不爱 倪震不会和周慧敏分分合合纠缠那么多年 不会细心地为他做那些小事 不会和他一起移民加拿大生活 倪震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内心爱着周慧敏 只是控制不住自己被外面的灯红酒绿吸引 这一点相信周慧敏也知道 从1987年到2008年 整整21年 周慧敏面临着继续坚持这21年缺精少两的爱 还是放弃所有重新开始 那一年周慧敏已经41岁 如果再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毕竟和倪震这么多年的感情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是无人可替代的 于是他选择了坚持 所以当时的婚姻 无论是对于倪震来说 还是对于周慧敏来说 就像他们之前吃了一粥不腻的那道菜一般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听起来可悲 但这就是现实 现实里有多少谈了很多年的情侣 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题 其实曾经周慧敏也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没枉费和倪震轰轰烈烈爱过 永远刻苦铭心 此生无憾 事已至此 或许在外人看来 周慧敏的选择让人无从理解 但至于当事人来说 这何尝不是幸福呢 在爱情里 难得糊涂才会得到更多 只愿周慧敏永远保持着一份糊涂的心态吧 事实究竟如何 恐怕只有周慧敏和倪震两人心里最清楚 如今已经过了生育年龄 周慧敏则是更不可能生育 如果当初在倪震第一次犯错的时候 周慧敏没有选择原谅 而是选择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周慧敏或许会过得更好一些 但人生没有如果 我们每走一步路都是后来结局的因 现如今周慧敏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青春不在 唯愿余生能够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平和 如此说来 倒不知道周慧敏遇见倪震 对于他来说到底是缘还是结 虚 Sleep 愿余生 女 愿余生